来自我国的跨国野生动物走私教父 Dior Bun Ching 今年6月底在泰国走漏风声落网 除了被泰国方面提控多项走私动物罪名 也因为涉嫌将非洲的犀牛角和象牙等 稀有的动物器官偷运到美国 结果昨天被美国司法部引渡到纽约 在非法走私动物和洗黑钱的罪名下受审 根据泰国警方调查57岁的Dior Bun Ching 相信拥有我国的拿督头衔 它利用在我国注册的公司建构跨国走私野生动物网络 非法交易便及亚洲非洲和美洲长达多年 美国司法部发文指出 执法单位早前透过卧底假意向嫌犯购买犀牛角 从而掌握对方透过泰国地下钱庄洗黑钱的途径 一旦两项罪名成立 Dior Bun Ching将在美国面对最高25年的监禁 而美国财政部也正在调查嫌犯旗下的公司 Dior Bun Ch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